六贼,七情和十神 这个给你们讲清楚 六贼,你看这里讲的就是掩耳闭舌生意 眼贪色而不绝 久以后这点灵性堕落在卵生地狱 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在前面 你看这里讲的就是这个六十 就是十神 十神和元神 十神好动,元神好尽 那元神他喜欢,你十神喜欢好动 今天看的美女都想动 看到金钱想动,看到美食想动 都是十神做白 所以眼贪色,眼贪色是什么 就是你十神太贪 那么这点灵性,元神没有分别之心 元神不知道好坏 但是他,你贪色,他就有这个记忆 狗喜欢骂人,就人喜欢骂人,那元神有个记忆 然后他就是跑那个喜欢骂人的身上去了 因为他,因为他不死,我说了元神是到你死的时候他才动的 我们是在人没死之前就把他修动 就是不然贪色不就看好看的吧 哎呀,这好看,这漂亮 男女之色,衣物之色,珠宝之色 久以后这点灵性堕落在卵生地狱 变什么呢 变为飞禽雀鸟 羽毛之内,生披五色淋雨,何等好看 你看这一讲的 满足他的气球了呗 懂了没有 太色了 就满足他的气球 这六道轮回啊 你看 耳听邪话而不绝 久以后这点灵性堕落在胎生地 耳朵啊,就喜欢听邪话啊 就别人说,哎呀,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你心了 就是不通过自己去看 然后就这样,你看 然后呢,变什么呢 变骂驼像马走兽之内 为什么呢 你喜欢听吗 挂个铃铛 那个骡子不是挂铃铛吗 叮叮当叮当走哪里 是不是吧 因为你看 他不知道那原神不知道啊 他看叮叮当叮叮当 然后那个怀孕了 盘子进去了 知道吧 何等好听 这一讲的 是不是啊 那祖师爷说的话啊 鼻瘫肉香而不绝 久以后这点灵性堕落在尸身地狱 这个讲的是四身啊 佛家讲的四身啊 胎朗化身嘛 变什么呢 变鱼鳖虾 就是那个虾气啊 吃什么变什么 不是吃什么变什么 你不是他喜欢闻吗 喜欢闻的臭水沟味重 我让你再里面闻 你看 水族之内常在臭泥 何等好闻 知道了吧 臭泥乱下 舌滩五昏三雁而不绝 久以后这点灵性堕落在化身地狱 你舌头喜欢滩这个三 五昏三雁呢 变为什么 变那个曲骨色 这之内的 知道吧 为什么呢 那个蚊虫啊 蛊子色子啊 一口伤人嘛 你喜欢吃啊 喜欢伤啊 伤生命嘛 喜欢吃鲜血嘛 如果是 你看就变这些东西 知道吧 何等有味啊 心摊财而无厌 久以后这点灵性 你看 心摊财的 你们猜一下 最后变什么 贪财的 不知道 不知道吧 你看以前古时候 那所有的财呀 所有的金珠宝 谁在驼啊 骆马 骆驼 你不是驼财吗 来 这让你经常背着财 这背的都是值钱的东西 让你背一背子 贪财吗 你看这里 讲得很清楚 都在 驼脚之内 驼脚的骡子啊 马呀 你看 一身 与人妥物 财货 金银财宝 不离身 是不是吗 老背 对 都不离身呢 你想想看 何等富足 好有钱吧 是不是吗 一拉一车 花不了老驼 本来就花不了 你搞那么多钱 死的时候 你带着走 看到没有 还有七情之伤 不可不知 七情者 喜怒哀惊 爱恶欲失业 喜多伤心 怒多伤肝 哀多伤肺 你看 那个贪气的人 他老 哎呀 哎呀 几下子 飞机就全部伤完了 哀多伤肺呀 自己对呀 欲多伤脾 爱多伤神 金多伤胆 恶多伤情 此为七情千辛之伤 又有十神 十神 亦不可不知也 九行双金 九利神骨 九做神血 九睡神脉 睡懒觉啊 神脉 九听神经 九看神神 九听神经呢 九看神神 知道吧 九言神气 你要为什么我直播 我就一个小时 食宝损心 不要吃太饱了 九丝损皮 九银损命 此为食损也 大凡世人 无一不受此六贼 七情十损之害 就是世俗之人呢 都受着六贼 七情十损之害呀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啊 立志于好好养生呢 让人家好好养生呢 是不是吧 奉劝天下 善男信女 将六贼七情十损 一笔勾销 返心向道 切莫上此贼船 孔舵沉沦 毁之婉矣 你现在知道上贼船 什么贼船吧 是六贼之船 怎么办 这贼船一上很难下的 那戒烟好困难不 是吧 多了 现在还有烟瘾的 还有烟瘾呢 今天晚上戒两百天 还有烟瘾呢 两百五十天 你看 这个上了这个贼船 就很难下呀 六贼七情十损 也很重要 你自己买六道灵魂 你就知道啊 好啊 谢谢大家